疑似又是视线死角那样的货 在今天下午高雄发生了一起不幸的死亡车祸 应影车驾驶开车行经中正二路准备右转时 没有注意到视线死角不慎撞击执行的双载机车 两个人双伤被撞倒在地 其中后座70岁富人当场伤重不治 车来车往的马路上一辆应影车来到路口准备右转 结果驾驶疑似没注意 下一秒朝着右前方的执行双载机车撞了上去 骑士两人双双遭撞倒地 驾驶这才惊觉撞到人赶紧停车下来查看 警消货报到场指挥交通 救护人员也协助伤者包扎 遭撞机车倒在路中车身破损严重 骑士人没事 但后座乘客却当场伤重不治 一旁肇事男子配合园景酒侧 被问到车祸怎么发生的更是一头雾水 家属听闻二号赶到现场 难掩悲痛情绪 这期死亡车祸就发生在10号下午3点多 当时理性男子开着沙石车 行进高雄新兴区中正二路 准备回公司却疑似视线死角 右转不慎插撞机车酿货 造成75岁夜性骑士首部挫伤 后座的70岁妇人却当场死亡 据了解死者与骑士是邻居关系 两人原本双载准备参加聚会 没想到却因为一引车驾驶 衣食疏忽酿成悲剧 如今就盼造势原因好好厘清 才能还给家属一个公道 记者王超群王秀成高雄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